買料的過程很順利 每一部分都很順利 因為之前 去過店舖買料之前 Steve會直接跟我聊天 他會問你會喜歡甚麼 我大概就告訴他 我很喜歡時代感 現在流行的東西 我就會喜歡 即是很外出的東西 我就不喜歡 接著他就說 譬如某些牆 或者用文化石 某些牆用一些特色的牆子 特色牆子會有甚麼 款式 他告訴我 他一說到 我喜歡 我喜歡這些 他就帶我去看 去到現場看 真的有我要找的東西 所以我們選不太久 都很順利 今天帶大家來到 翠日雅院品味生活 清幽寧靜的環境 一向深受對生活 享受有要求的人士歡迎 加上超過二千平方尺的面積 難怪連明星都選擇 居住在這裏 今次這個客戶滿意個案 亦都體現到設計師的重要性 一起看看吧 護主的兒子就是紅酒的發燒友 所以設計師特別照顧到兒子的需要 在樓梯的位置設置了紅酒的層架 一個個層架 將樓梯的空間搖身一邊 成為紅酒展覽館 在柔和燈光的影襯之下 一步步踏上每個階級 一邊欣賞價值不非的佳樣 絕對是品味生活的一種態度 客廳延續全屋以目色為主調的設計風格 設計師為免用色太過單調 添加了一些鮮豔的元素 利用梳化、地毯、小茶几點綴整個客廳 同時電視效果凹凸效果的特色牆 和上方的層架 和另一邊特製的組合櫃互相呼應 陳列不同的裝飾品 將一般清雅客廳單調的缺點一掃而空 原來不單是紅酒 護主亦是一名音樂發燒友 頂級的音響組合 投影機的投影幕 雜視聽最佳享受 按一個按鈕 客廳立即搖身一邊 成為高級家庭影員 設計情報中心一向信譽良好 就連行家都推薦我們的專業服務 聽護主說一下 如何認識我們設計情報中心便知道 因為她同學讀設計 其實她現在入了行 因為我那段時間很急 要找裝修師傅 找一個設計師幫我考慮這間屋 怎樣製造 她手上有項目 她沒有空接 她就介紹你們公司給我 因為她是行內的消息 其實她知道 因為她們是你們的行家 她就推薦你們給我 其實我不是很熟理公司 純粹是相信她 設計師亦都很花心思 將原來的玻璃櫃改成偏廳 增加獨立屋的活動空間 這裡更加是耐有乾坤 原來將組合櫃推開 是一道門 可以通往儲物室 將所有雜物放在裡面 整間屋就更加整齊了 如果想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可以去到用石質材料構建成的花園 木藤椅、木屏風 加上溺溺的流水星 令人感覺悠閒捨耳 兒子又最喜歡全屋邊的部分呢 因為最初的偏廳不是偏廳 而是玻璃屋 然後我們帶了Steve來舊屋看 他說有很多東西在擠 所以要想些地方去藏所有東西 後來就說 這裡就搭一個櫃屋 就可以放所有東西 還有可以將一些硬件 例如椅子、桌子 就可以經這個門外出去 就不會撞到裡面的裝修 走上二樓就是飯廳了 而一幅特色牆和電視點綴空間 一家人可以一邊吃飯 一邊看電視 樂也融融 夜晚也可以在紅酒櫃 拿一支紅酒出來 在連接著飯廳的露台上 把酒譚天 這種生活方式 確實令人羨慕 飯廳旁邊 是以落地玻璃做間隔的廚房 到頂廚櫃、吊櫃等一應俱全 可以收立齊全的廚具 想住一餐九大鬼招呼朋友 輕而易舉啦 又看看囝囝房 整齊排列的紅酒瓶很搶眼 地台設計到頂大櫃 加上白色的特色櫃 儲存空間多不升數 而且特色櫃的中空設計 又可以擺放喜愛的物品 再利用床頭和床尾的燈槽照亮整個房間 將房間統一起來 設計師會和護主主動溝通 聽一下護主買料的過程是怎樣 買料的過程是很順利的 每一部分都很順利的 因為之前買料 即是去那間店買料之前 Steve會直接跟我聊天 他會問你會喜歡些甚麼 我大概就告訴他 我很喜歡一些時代感 現在流行的東西 我就會喜歡 例如某些牆 或者用一些文化石 某些牆 用一些特色的牆子 特色牆子會有些甚麼 款式 他告訴我 他一說到那個項目 我是喜歡 我喜歡這些 他便帶我去看 去到現場看 真的有我要找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選不太久 都很順利 我們轉看看主人房 一進到房門 就立即被旁邊的玻璃色櫃所吸引 一瓶瓶香水 很優雅地擺放在這裡 這些是女主人的收藏品 特色牆設計 將梳妝鏡 梳妝桌 和雙人床連貫起來 感覺歸一 再轉個角度 一排排的 到頂大跪至成一角 成為私人衣務間 那便可以擺放很多很多漂亮的衣服 我最初都是想著你們會 因為你們的作品 你會去拍攝這件事 我沒有想過 好像去了影樓那樣 很驚喜